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执意跳窗 让守候在外的园警带个正着 台南第一分局10月底原本查获秋幸窃嫌 无意间揪出另一名郭姓嫌犯也是偷窃的在逃共犯 警方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埋伏后 4号将郭姓偷窃犯逮捕 并在嫌犯住处搜出毒品金氏项链等账物 郭姓嫌犯若往后坦承犯下许多住宅窃盗案 警方也呼吁民众家中如果有贵重物品召窃 可致分局认领 记者冯一奇红在天台南报道